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我们学离 敬忠学会的我们的曾居士 还有我们的同修 给我这个机会 也给我这个姻缘 借这个供修的期间 聚会一处 来跟大家 作为一个简单的报告 跟大家来讲讲话 来分享 也能够一起来鼓励 互相的反省 互相的检讨 如何修行 将来能够或者得到很大的成就 所以今天就用这个时间 跟大家来讲讲话 如果一些讲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成大事者 就是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 你才能够会有成就 这个星期呢 我们都要办一个佛二的活动 借这个共修网络 我们来做一个手把关在一切 然后最后一天来做一个总结 大回向 因为我们很久了 都没有来举办这个活动 所以蛮有想念的 你看这个疫情来了 封封了这么久 有时候蛮想念的 能够跟大家聚会 特别是我们 这个道场 这个气氛很好 希望这个快快化解 将来能够再聚会一起 来打佛七 来跟大家讲讲经 然后来做一个三十信念 看 所以以后要好好多珍惜 能够聚会 能够聚会一处的 那个是一个特别的因缘 你看我们西方级的世界 每一天能够聚会一处 我们在这个地方 只能经过这个网络 科技发达 我们才会有这样的 但是这个世间灾难多 什么时候能够 永远能够聚会一处 也不一定 人生无常 有生必有死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祖师过去 常常劝导我们 经不可不读 佛不可不念 经也不可不听 这个很重要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我们佛法里面 从释迦摩尼佛降生在印度 都是教我们修什么呢 修定啊 你看特别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啊 就是因为轻浮气躁 特别对于那些脾气暴躁的 如果你的心容易心腹气躁 那最大的容易得到的是什么呢 你就会失气的理智 而人一丝去理智 严重的 会带来什么呢 常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 我们为什么会容易做错事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的原因 做错的判断 而影响我们的念头 那念头不散了 会引起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原因 我们的造纵 所以为什么我们众生 在这个环境里面容易造业 而将来会堕在山土 而无法超越六道轮回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你不能小看 人容易心腹气躁 很多毛病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 有多少人因为心腹气躁的人 或者脾气不好的人 往往只因为小小的一件小事 就断了自己的好的前途 但是我们能不能反省 能不能改过 也不一定 有时候很多事情 很多人因为小小的一件事情 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那比如说我们 原本可以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对事对人对物 斤斤的计较 不能接受 遇到这些顺境逆境 都无法能够忍辱 遇到一些人家来厌望你 侮辱你 来骂你 或者来批评你 做一些种种让你不开心 让你不欢喜 因为我们这个原因 没有把它修好 所以产生障碍我们将来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原本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 影响障碍我们 这么好的姻缘 你失去了 这么好的机会 我们失去了 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能够帮助我们一生圆满成佛 而且将来能够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你错过这个机会 所以为什么 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失败 也不能成就 没有耐心嘛 那承不住自己嘛 所以很多事情呢 我们一定要去反省 去思维 我要怎么样来成就自己 而这个成就的关键在哪里 所以你看过去 这个忍如先人 被这个割离王 割在身体 一想一想 一块一块 被割离王把它割来 但是忍如先人有没有怨恨 一点怨恨都没有 忍如先人有没有计较 也没有 而且告诉割离王 将来我成就 我第一个要度的就是你 你想一想 忍如到这样程度 所以 释迪尼佛本来是排第五位的 第四尊佛是 米勒佛萨 因为这个因缘 这个原因 把位 调患了 释迪尼佛提前成佛 释迪尼佛的前世 就是忍如先人 而第一个得度的 在五位比丘 就是 教诚如存证 就是过去的隔离王 那你今天我们念佛 想要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忍心吗 不行啊 你遇到种种的逆境 遇到种种的顺境 而顺境里面 你不会起了贪念 而在逆境里面 你不会起了称慧怨恨 那你今天念佛成就了 随时随地 你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想走就走 想留就留 如果连这个基本 我们都做不了 都修不好 那怎么成就 没办法的 所以成大者 怎么成就 首先先克服 你的心腹气躁 而心腹气躁的关键在哪里 修忍啊 你要提升自己的境界 你要从忍开始啊 所以 话讲出来容易啊 但是我们要尽心尽力 去视线 视线我们的梦想 视线我们的愿望 视线我们将来 获得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的人生 不然的话 你随着自己的习气 随着自己的习性 将来不但不会成就 因为我们的习气 将来会堕在哪里 如果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将来 能不能得忍生 很难落 就算你得忍生 又靠你的自己的福报 所以你不修不醒啊 至于真正的 至于同修大德 我最近啊 就是有这样的体会 那个心 那个心腹气 早要克服 用什么 用忍辱 你要心要定啊 不然的话 以后临终的时候 被这个外面的干扰 你心不定 随着这个外面的干扰 那就惨了 那往生不了了 那不是很可惜啊 现在我们 这个环境里面 看起来修得不臭 是因为现在你遇到的 只是在你的眼前 但是你这些 还没看得到的东西 随时随地都会来干扰的 你要小心啊 因亲在主 随时随地啊 都会来干扰的 当这个境界现行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克服 到时候要来克服 来不及了 所以佛法 在日常生活是培养的 念佛 在日常生活是培养的 不是在领中培养的 不是 在领中培养的是来不及的 而且我们人生太短暂了 再过十年 我们变成怎么样 也不知道 再加上现在 这个疫情也不稳定 什么时候能够停止 也不一定 十年 五年 所以在这个世上 不是每一件事能够一番风顺 你要靠你的忍辱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因地修行的时候 他也不是一番风顺啊 他也经过很多的考验 磨难 这些挫折 才会有今天 因为忍辱的修行 才会这么大的成就 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 以他们来做我们的榜样 你看你们常读五量寿经 五量寿经 都是我们的榜样 那我们的榜样是谁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行为是什么 很清楚的 所以很多人 有时候问师父 师父 这个世间 为什么每一件事 不能称心如意 随心所欲 能够一番风顺 那很正常 这个世间 哪有一件事 能够称心如意的 都多 你想你要长寿 行吗 可以啊 但是长寿有限啊 你想不想死 行吗 也避免不了 所以很多事情呢 在这个世上 如果能够每一件事情 能够称心如意 能够随心所欲的 那个不是叫做收火世界 那个叫做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就是有这样的因缘 随着自己的心愿 随着自己的 的心想 无不是随心所欲的 都是心想事成的 这个就是收火世界 跟极乐世界的区别 所以在这个世上里面 很多在生活环境里面 多少人因为这样的因缘 这样的原因 撕起了多少的 你周围的人 对你的扶持 对你的爱护 对你的关怀 对你的关心 你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们学佛 首先必须 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而这个改变不是从别人 从你自己而来改变 而能够改变自己 等于就是成就了自己 成就了自己 将来才能够成就别人 而成就别人 将来能够成就更大的 这个就是因为关键 我们自己本身 有时候 自己不知道 所以念佛 心佛祈照行吗 不行 所以学佛里面 教我们先做什么 先教你修定 而这个定要从哪里开始 你要修定 你看 你看 释迦牟尼佛 一生 教学49年 三百以会 你看他的行词 讲话 言语 种种的 都是在定中 那我们今天 来观察一下 来看一看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 一切时 一切初 无论处事 带人 觉悟 无论他走到哪里 跟谁在记起 跟谁在讲话 所看到的 你看他心都在定 而这个定 是什么原因呢 他都在放下了 所以定 你要修定 首先 你一定要有个手段 这个手段 要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下手 从放下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行词 从他的表面上来看 讲经49年 他在做什么 都是叫我们放下 而放下 最主要的关键 是在哪里 那我们一定要了解 要一层一层的 去了解他 那我问大家 那放下 首先 我们必须要先做什么呢 要怎么修持呢 因为不是那么容易 你说放下就放下嘛 有这么容易吗 你看看我们的行词 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所遇到的东西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你能放下吗 做不到 那我们毕竟要从哪里开始 跟师父分享一下吧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 这个听经研究经典 有很大的好处 那 释迅迦牟尼佛在日常生活里面都在教我们修什么 而从放下开始 从放下开始 关键在哪里 你必须要把布施做到 而放下的关键 就是教你要布施 释迦牟尼佛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看他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特别是在第十品 较量布施功德原品第十 整个佛法里面 都是为我们讲布施这两个字 他讲得很清楚 整部地藏经都是这样讲的 特别是在第十品 所以大乘佛法修行的总纲领 就是因为教我们布施 用这种的方法来成就自己 所以你看那个佛 在这个六度里面 把布施排列为第一 是什么原因 你要事先成佛 你要修行成就 你必须要从布施开始 而这个布施最好的方法 就是教我们什么样呢 修行提升自己的境界 最重要的就是破除我们的妄想 破除我们的分别 破除我们的执着 而这个布施就是最好的方法 而这个布施最主要的 就是教我们要怎么样来舍 把妄想分别执着能够舍掉 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容易在这个修行当中 就容易得到成就了 就修供养啊 所以你要放下 你首先要必须要 先把布施 入食在圣国 而这个布施最主要的 不仅仅是指金银财宝 最主要把你的烦恼 把你的遗痴 把我们的称慧 把我们的嫉妒的心 斤斤计较的 喜欢来破坏别人 以原意 以基督 你要把这些舍掉了 那舍了 你的心就清净了 所以真的 佛法里面 说容易啊 真的很容易 说难那就很难 看你有多少 你能够舍多少 你就得到多少的自在 所以 释迦牟尼佛 一生四十九年 都是表发这一个 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今天我们念佛 要将来 求生西方净土 你也不离开 这个两个字 所以你看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说明 阿弥陀佛 一生因地修行的时候 修什么 修大布施啊 就是因为这个姻缘 才成就了 今天的无尽的美好 无尽的庄严 无比 无胜的 这个殊胜的 西方极乐世界 而自己不受用 把这些功德 供养十方世界 喜欢念佛修学的人 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你说 你不修不失 你没有把不失做到 去行使在 弱势在生活里面 你要看得破 你要放得下 那就很难 太太难了 所以 释迦牟尼佛 你看 在弥陀经里面 你看 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众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到西方极乐世界 第一桩事情 去做什么 你看 你没有去留意一下 你看 在弥陀经里面 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一切众生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第一桩事情 要先做的是什么 去布施 去供养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你看 去供养 很多人疏忽了 这一点 你在这边 修布施 在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众生 每一天都在修布施 而且 他们修的布施 跟我们 殊胜多了 他们的布施 的供养 是死方 诸佛 一切诸佛如来 而且在供养当中 你看 如果 一尊佛讲 一句话 你一天里面 共十万亿 你有十万亿的教会 你怎么能够不成就 所以为什么 你看 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 那个死方诸佛国土 都劝导我们 一切众生 要听话 一切众生 要老实 要发愿 发愿到哪里呢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那为什么 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你看 整部弥陀经 它的最关键的 是在哪一句话呢 诸善善人聚会一处 这个就是 弥陀经里面的 第一个书生 多少人 能够读这部经 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如果你能够 真正明白 这一句 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早就去了 还是该入到轮回 你还在这边受苦受难 真的 你看我们在这个 六道轮回 已经多久了 你自己因为 现在没办法知道 因为你是反复 如果将来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在想 哎哟 我为什么这么疑痴啊 这么长的时间 我在六道里面 受苦受难 只是因为 现在你反复 没办法 没办法 去看到这样的事情 释迦牟尼佛 因为他成佛 他明白了 了解了 所以把这个事情真实 把这个事实的正向 为我们说明 劝导我们 你要听话呀 你要老实啊 你赶快去 那为什么要到那边去呢 我跟大家讲 西方极乐世界 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为什么呢 你想 那边没有坏人 是不是 不要说坏人 连一个恶念都没有 而且 一切众生在西方极乐世界 住在这个地方 平安啊 没有恐惧 也没有人找麻烦 你安心居住 你能够办到 也决定成就 你看哦 西方极乐世界 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地方 真的很不安 你看这个科学家在讲 2023年 我们这个地球 会有很大的影响 突然间 如果有一天 这个网络 没办法 应用 电话 也不能沟通 也没有电 也没有瓦斯 水也不能 你想一想 都恐怖 我们还能不能 用网络共修 也不一定 再加上 你看现在很多国家 都在闹什么 在闹银子弹的关系 你看我们这整个地球 在地球里面 买了多少 这个银子弹 这个核子弹 将近五万枚 如果有一天 这个国家的领导 起了一个神经 发疯了 把这个牛按一下 那不是世界大战 那这个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那不是毁灭了吗 核子炸弹 你看那个日本 被美国炸了两颗炸弹 像那个核子弹 你看你想一想 整个国家差一点 就灭亡了 五万枚 很多很多事情 有时候让我们 很恐惧害怕 再加上 有时候很多人 找我们麻烦 让我们生气 让我们起烦恼 让我们很不开心 让我有时候 不能让我们 真的称心如意的 种种的一些的原因 让我们在这个世间 活得这么苦 你还不去 讲实话嘛 我们在这个 日常生活里面 真的尊敬的 这位同学大德 该放下的你要放 该舍的你要舍 能够带得走 你一定要分秒毕生 分秒毕生 什么样带得走 这句名号 你的业力 所以阿弥陀佛告诉我们 在这个 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 是一个好环境 真的 你不会遇到一些 让你起烦恼 让你很痛苦的 特别现在这个环境 你看 你看 前两天有一对 夫妻打电话 她的太太 她说很苦 被她的先生 折磨 种种的 师傅该怎么办 还好我选择出家 不然的话 每天不是闹得很 这个是说实在的 懂得生活的人 她会过得很幸福 互相礼让 把这个时间 过得更有意义 不要因为一点事 且小小的事 来斤斤计较 来影响 我们这个 这么好的 美好的人生 那真的很可惜 所以 西方极乐世界 真的 找不到 在十方世界 是找不到的 比如说 我用一个比如 在极乐世界 我们每天可以 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听阿弥陀佛讲经 每天 而且得到 阿弥陀佛的 威神加持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天天跟 阿弥陀佛在一起 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 跟大师之菩萨在一起 跟诸佛一起 都在一起 所以净土法门 是什么法门 和诸佛菩萨在一起 你天天能够跟 阿弥陀佛在一起 你看我们这个环境 一尊佛 会出现在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大时代 有一千尊佛 释迦牟尼佛是摆第十 将来 米勒菩萨是摆第五 还要多长时间 87亿 六百万年 这么长的时间 你才能够等到一尊佛出现 但是如果今天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要等到87亿 你随时随地 可以去到那个 多帅那一院 去见米勒菩萨 而且到米勒菩萨那边 他看到你 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你是VIP的 你是贵宾的 他会告诉你 你是 我们的这个老 这个老菜 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你排在最前面 我们的郑总 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你是排在最前面 多好 你在这个世界 你还等了87亿 这么长的时间 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随时随地 你什么时候 要见米勒菩萨 米勒菩萨欢迎 而且米勒菩萨 天天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教导那些 西方极乐世界的 那些菩萨 你看 这么好 不简简这样 我跟大家来分享 你看 我们每一天 还可以到 十方无量 无边的 诸佛岔土 去做什么 去旅游 动一个念头 连飞机票也不用买 多好 而且是分身 你自己的身体 还在阿弥陀佛的讲堂 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你分身 也不用买机票 动一个念头 这么好 你随时随地 我要来到雪梨 看看我们的这些同修 念佛的怎么样 随时随地 就能够回来 今天如果我们 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各走各路的 随者的业力一走 没办法 西方极乐世界 永远 永远在一起 像前几天 印尼 我师父打电话来 听说佳哥业 不是澳洲要开放了吗 要解放了 我说师父 不是解放 是解封 是开放 你什么时候回来 问一些 坐飞机 很多条件 还要回到隔离 还有一些 打疫苗的证明 还有一大堆 还有恐惧 害怕 你想一想 所以尊敬的 这些同修大德 真的 说实在的 西方极乐世界 真的一个好地方 还没有 我再毕露 毕露 让大家明白 我们在这个世间 常当心 忽然间 有一天 寿命到了 有死之别 在极乐世界 你的寿命 是五量寿 你看 这么大的区别 五量寿 你要做什么事情 没有一件事都不成就的 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一生直至圆满成佛 就是这个圆圆 五量寿 你看在这个地方 为了要保护 让你的身体健康长寿 你要花多少时间 很辛苦 你不运动 你看 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吗 活动 活动 你要活 你就要动 所以很多事情 很多 很多让我们真的很麻烦 你看现在糖尿病的人 很严重 心脏病 种种的肾 胃 癌症 还有种种一些 真的很麻烦 你看海贤老儿上 寿命有多长 112岁 但是 但还是要离开 你说呢 今天我们还有几年可以拼的 你想一想 今天还有几年 二十年 还有十年 我们也不一定 就算活到150岁 你能够保证你不生病 体力好 眼睛好 吃东西 很多事情 真的 如果你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你还不到西方起的世界 那真的 没办法去形容 所以一定要把你的方向 把你的目标 所以你看那个 我早期 刚刚认识净土的时候 特别听我们师父上人 把这个净土讲得非常的清楚 讲得非常的绵绵 你的心就安了 为什么 你有方向 你有目标 你依这个方向 依这个目标去奋斗 去努力 去精进 将来你会达到这个方向了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只要你肯去修 只要你可以肯去做 你肯放下 你肯舍得 没有一个 没有一件事 不成就的 所以 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现在你看医院 躺在医院的人 那个生病 在那边交苦 爱苦 种种的 西方起的世界 哪有这样 没有啊 所以啊 我用这个比例 我们在这边担心 生病了之后 很痛苦 在极乐世界 无病苦 而且 金刚不害身 哪一个人 希望他能够一生生病的 没有啊 真的麻烦啊 现在生病啊 看医生 那个医疗费很贵 吃个药 看医生 真的好贵的 但是呢 避免不了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这样 这样的好的环境 我们在这边 常常听到 有八苦交接 在极乐世界 连苦的名字 你都听不到 这么好的环境 这么好的地方 他为什么还不去 所以为什么 西方极乐世界 十方诸佛国土 没有一个 没有一尊佛 都不劝导的 都不鼓励的 都是鼓励我们 劝导我们 老蔡啊 你要老实 老蔡 你要听话 将来 到了姻缘了 赶快去了 那你就 功德 不可失忆 那你这一生 来到这个世界 那就不白来了 所以 这个啊 我们 一定要知道 这个啊 就是做一个 简单来给大家 做一个分享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一生 要发愿 求生净土 应当发愿 愿生逼果 这个就是 释迦牟尼佛 在弥陀经 连续的四次 不断的劝导 我们 你要发愿 你真正要发愿 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 才能够解决 我们的眼前的生活 这样讲 大概听清楚吧 所以佛法里面 最重要的 就是叫你要布施 而布施里面 最关键的 就是叫你舍 而在这个舍当中 最主要的 就是把你的烦恼 妄想 分别执着 你要去舍 慢慢的去舍 将来啊 我们就会有一个 很大的成就 而这个世界 有很大的 种种的障碍 不会来干扰我们 你看那个 我有认识一位 护法 她生活里面 非常的富裕 但是 她的太太 生活非常的简单 吃住 所穿的 所吃的 都是很简单 对自己 非常的节俭 那为什么呢 但是对别人的帮助 她用那个佛心 大慈大悲 来服务一切众生 来服务一切大众 把自己所节俭的钱 所有的 哪一个地方需要 去供养 只要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孤儿院 哪一个老年院 哪一些人 遇到一些困难的 哪一些人需要帮助的 哪怕是生病的人 老人 种种的 她会想尽办法 把所有的东西 她所有的 得到的 她能够去帮助别人 她先生每一年 每一个月 给她多少钱 用在她的身上 很简单 通通拿去布施 通通拿去供养 有一天我问她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师父啊 生不带来 是不带去 身外置物东西 也不要太计较 能够帮助别人 想尽办法 尽先尽力去帮助 这个是我一个 认识一位护法 在印尼那边 简单过一个生活 简单吃一点东西 只要身体健康 过得欢喜 过得快乐 足够了 有能力的 就想尽办 真的大慈大悲 那我们呢 能不能做得到 很难啊 所以啊 真的 佛法说容易就容易 这位居士 他真的把佛法听懂了 他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将来 这位居士 如果他将来 不到西方解释世界 如果他将来 得人生 他的果报 是什么果报 转轮圣王 转轮圣王 是什么果报 在六道里面的 最大的福报 没有比他 更大的福报了 所以 在这个地方 布施 像阿弥陀佛那样 多好 最后啊 来应用这个 功修 我跟大家来讲 一个故事 希望啊 我们能够 以他来做一个榜样 在1984年 1984年 老和尚啊 曾经啊 听到一位故事 啊 就是这位居士 住在旧静山 啊 姓甘 就甘老居士 他有一位 谦戏 念佛往生 西方解释世界的 他怎么念呢 他的儿子呢 在这个 美国读书 读书 毕月 在美国上班 娶了一个胎太 后来啊 建立了一个家庭 又生了孩子 在美国人家上班 年轻人 又生孩子 一边又上班 一边要赚钱 一边要维持这个生活 哪有时间看孩子啊 那怎么办呢 把他的母亲啊 接来到美国 来照顾这个家 来带这个孩子 你看哦 天下父母心 我们澳洲也不少啊 多少 做儿女的 在外面要上班 又要赚钱 没办法看待孩子 要请保姆 那个费用又很大 那怎么办 只有想到自己的母亲 把母亲带来到美国 带来澳洲 来看孩子 在澳洲也不少 所以真的啊 我们这个时代 真的很可怜 现在的儿女 只往下 还有往上的 遇到一些困难 想到就是自己的父母 在享受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父母 也不一定 所以呢 现在很多一些父母 为了不要麻烦 自己的儿女 当他老的时候 他不想麻烦儿女 住在哪里 里面住在老人院 而且很多 多少 自己做儿女的 看到父母老了 不用时间照顾 那怎么办 怎么解决 把父母放在老人院 多可怜啊 真的很可怜 所以啊 这个事件啊 真的 很多事情啊 哎呀 一句话 讲不完的 那后来呢 这位老太太啊 每天啊 煮菜啊 洗衣服啊 看孙子啊 每天就是这样的工作 而且 非常难得 他把家当成什么 当成自己的道场 老太太天天念佛 天天拜佛 天天听心 天天堵尖 不间断 工夫不间断的 所以有一天早晨起来啊 这个儿女啊 媳妇啊 要吃早餐的时候 发现桌子上 没有饭 没有菜 所以去看看 了解一下 母亲 是不是生病了 还是怎么样 没想到 门一打开 老太太已经盘坐 坐在床上 已经走了很久了 已经往生西方籍的世界了 而且 这位老太太呢 她 还没有往生之前 她把遗嘱 遗嘱 排在床上 比如说儿子 媳妇 孙子的校服 都做好了 把孙子 媳妇 儿子的校服 都做好了 自己一直持之 往生西方籍的世界 把货 自己的准备好 大家才晓得 这个老人家 真的了不起啊 真正修行人啊 什么障碍都没有 家世造作 欲知死至 不生病 说走就走 潇洒自在啊 所以念佛 是一种生活 坐在念佛堂 不一定是真正的学佛 真正不念 真正在念佛的 真正念佛 在生活里面 在生活里面去培养 在生活里面去修行 在修行 在生活里面去考验 这个就是我们 佛法不离开世间法 而世间法不离开佛法 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将来我们能不能像他 这位老人家 那就看自己的本领了 这个很关键的 如果你自己还感觉 这个世间不错 你想要多住几年 你有这个能力 能够多住几年 你想要走就走 潇洒自在的 真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这样修持 这种的修行 不断的每一天 怎么样来 对自己能够去舍 去放上 去看谱 去放下 今天呢 我就借这个姻缘 跟大家 简单来为大家说明 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就要礼拜 这个 半佛二 这个佛当中 这些姻缘跟大家来讲讲话 希望大家 六四吉祥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希望大家老实念佛 我们的老菜 我们的老 我们的正老居士 还有我们的同修 我们能够 一起来念佛 将来 能够在这个道场 聚会 大家一起来共修 一起来用功 最特别的就是 要记得 我们一定要 同生极乐果 只有在西方 只有在西方极乐世界 才能够永远的聚会 永远的俱乐部 这个就是我们 最后 这个人生的方向 以目标 祝大家 老实念佛 健康 谢谢大家 如果有讲一些 不对的地方 一些 错的地方 请大家 多多批评 谢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